Hello 大家好 又有Hili Sir和大家去看漫畫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一套神作 就是鬼滅之隱 很多時候人們會覺得它是一個神作 為什麼呢? 有人覺得在人物描寫上是非常厲害 令到角色之間的張力非常強 同時也有人覺得在動畫上 打到場面是前所未有那麼華麗 可以說是越說越誇張 但是Hili Sir今天不是想和大家說它成為神作的原因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品經常有意無意滲透的犧牲精神 人不作出犧牲是不會得到收穫的 不單止是港子練金術士 其實在鬼滅之隱的故事中 犧牲亦是故事中其中一個主要的元素 大家經常提到的呼吸法 其實是由日之呼吸的創刺人 原因是由鬼殺隊所傳承的一個強大的力量 它又令到身邊的人可以覺醒到斑紋的力量 令到人類有這個力量和鬼缺一死戰 但是發動斑紋的力量的時候 心跳是會去到200下以上 而體溫亦可以上升到39度 所以對身體造成極大的負擔 一般開啟斑紋的人都活不過25歲 有些人甚至認為斑紋 與故事中的鬼滅有微妙的關係 就像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認知的屍斑一樣 其實都是一個死亡的象徵 即使是一般的呼吸法 其實對身體都會造成極大的負擔 例如善逸 我們的主角炭治郎 其他的柱等等 他們所發動能力的時候 他們都會暈眩 甚至會吐 其實對身體造成的傷害可以說是不堪設想 可以見到對抗鬼的行為 由一開始已經是人類要付出我們的性命 甚至是達到粉身碎骨的一件事 而在故事的發展上 角色所造成的犧牲 可以說是遠比其他漫畫為之多 我們以這個海賊王為例 當你們看到艾斯被齊犬殺死了的時候 大家都哭得不得了 但是在鬼滅之間裏面 打鬥所造成的死的死 傷的傷 可以說其他漫畫是完全不得比的 由大家皆知學問的無限列車裏面 炎柱就撞裂犧牲 到之後陰柱的斷手 而最後打無慘的時候 各個人的撞裂犧牲 其實都是慘不引導 但這些慘不引導的犧牲 往往都帶有強烈的目的 就像最後的作戰一樣 主公阿橙奧引誘這個無慘 駐入自己的藏身之所 然後和家人一起引爆自殺 對於無敵的無慘來說 你這樣引爆就好像很無謂 這個犧牲 但是在這個好像無謂的爆炸裏面 朱世就乘機向這個無慘駐入毒藥 令到他不斷衰老 而這個衰老的削弱 更是往後致性的關鍵 而往後的犧牲就好為多不勝數 例如尚言耳吸了蟲柱入自己的身體裡 這樣令到他慢性中毒 可以被這個香奈兒殺死削弱之後的他 尚言之一打遍天下目的手 這個時候下處捨身插入日輪刀 令到他被削弱不能再生 就被其他處殺死了他 這些犧牲都騙了粉絲不少眼淚 但是他成為戰爭勝利的重要鋪墊 這種犧牲的精神 令哈利桑想起大和民族 由歷史傳承到現在的一種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 武士道 講起武士道 其實他源自日本的幕府 到了江戶時代 又受到儒家和佛家的思想所影響 最終就漸漸成形 武士道提倡的 忠義勇禮成等等的德目 就認為人達成這個目的之前 其實必須要付出一切的努力 甚至是要不惜犧牲自己的盛名 在日本史上 我們都會聽過這個切腹 和日文經常出現的一身元命等等 其實都是武士道精神的體現 這種精神可謂藉根在每一個日本人的心裏面 而去到異戰的時候 甚至被這個帝國主義扭曲和利用 成為了戰爭的工具 在異戰時 有這個神風特工隊的出現 有一群被這個帝國主義所分圖的年輕人 他們就不惜發動自殺式的襲擊 犧牲自己的性命 來到這位日軍爭取戰勝的機會 有一位元神風特工隊的隊員 他回憶起當時自己的情況 就覺得是被誘騙自殺 我提出這個例子 並不是為了證明神風特工隊的對或錯 我想表達的就是 武士之魂 其實真是滲入了日本大和民族的骨子女 而在鬼滅之陣中 我真的正正感受到 什麼叫寧為玉碎 不為雅存 鬼滅的故事到尾聲的時候 大佬無慘終於被殺死了 而他的死亡來說 除了因為朱世寫身去落毒之外 亦都是由不同的柱子寫身去逃走 才能令他被陽光燒死 雖然故事不是大團圓結局 但我覺得他們深深演繹了犧牲的精神 而這份精神令我想起德川光國所說過的一句話 該活的時候活 該死的時候死 才是真正的勇 不過回想起來 犧牲是否一定有收穫呢 其實鬼滅之陣中 鬼的設定正正是對人類犧牲的最大諷刺 還記得無慘曾經說過一句話 我殺死了一千上萬的人類 我都得到這個原諒 我這一千年中 我都未見過有神 鬼在故事中所向披靡 只要他未被斬首 他都可以不斷重生 我還記得尚言三跟嚴柱說過一句話 左眼被毀 勒骨被碎 如果是鬼就可以瞬間回復 人類不斷殺生成人 但無慘就可以不斷製造出強大的鬼 令人類的犧牲徒勞無功 這種無奈也是人類面對著強權 面對著歪曲撥某世代時所感受到的無奈 作者無法為犧牲的意義帶來這個答案 但他藉著主公臨終前的一句話 就打出一個道理 人的念想才是永恆不滅的 犧牲不一定要等價交換的果效 但人類可以堅守信念 伸火相傳 這亦是我們人類辭之以恆地 追求真善美的動力 各位有看鬼滅之刃的朋友 相信亦有不少看法 歡迎你留言告訴哈利Sir知道 我之後會分享更多好的漫畫給大家看 大家趕快點按這個訂閱和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拜拜